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何金城 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台北股市在集中市场以及OTC贵买市场的两样情 这两天其实是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而且差距好大 在这个部分因为OTC有含生计指数嘛 所以都涨生计股啊 所谓生计股都是 现在的状况叫投暴利啊 有很多生计股开盘就涨停了嘛 那有的是联系好几根涨停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所以大家就会直接被吸引 这个叫必吸引 你都不看都不行 你怎么这样 啊我的股票这么好 怎么那么半天一天涨 看电子股一天涨 然后跌三天 然后再涨一天 又跌三天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 嗯 就会往那一边去看 难免啦 那加上疫情也 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已经涨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突然召唤所有的投资人了 就变成是这样 那所有的疫情 第二波又来了 那所以我在您的节目就讲说 其实那时候的口罩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不是讲到检测 你看我在一个多月前就跟大家讲了检测 你大概币键已经乱买 乱买没有赚低于50%了啦 对 检测相关概念 已经连标三天了 然后那个都是已经一涨就是涨停涨停 我那时候讲很简单 那个概念你回想一下 我不是说用台湾的眼光 我是用国际的眼光 我讲说你marketing越大的 它size越大 你看看长了很多 长到我们社长都把它练得一塌糊涂 那普生 你看长到197啊 对啦 那它的市场就那么大 你要怎么办 那就印度 你说要怎么办呢 市场就给你 给你标准答案嘛 就变成是这样 当然很多人会告诉你有风险 那风险你就涉停一点 这种股票非要涉停损也不可 这一定这样嘛 前面低点没有跌破 你就一直抱 一直抱 抱到前面低点跌破 走人 就这样嘛 就是每过一个高点之后 你就要开始重涉停损 对 停利 停利 其实等于就停利了 因为你就赚钱了 每涉一个 破一个高点你就赚钱了嘛 其实任何股票都这样 不是台股没有电子股涨了 你去看6415好了 我们的那个6415也是这样概念啊 那系列你去看 它已经来到 外资现在喊到2400啊 它涨到1850啦 你从1100你五月初买是1100啊 现在1850也蛮多 它也涨超过五成啊 怎么没有 那低点有没有跌破 没有啊 它前低点没有跌破 一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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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赚得到嘛 对 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一路的往上涉停利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 把前一波的低点设为停利点 对对对 前一波的低点都为停利点嘛 尤其是黑的那一个点当作停利点嘛 一般都是这样 你看现在都知道啦 你现在要出国以后 你看日本宣布 宣布有放几个国家可以去 我们台湾是没有啦 台湾没有 第一批没有 韩国也没有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也说来啊 你来 请你送那个核酸检测的报告书来才能来 不是这样吗 我们开放别人也是这样 我们开放也这样啊 所以那个需求 你要登记就要拿个检测报告 你说那需求不是就在那里 所以我没有请大家来追 但是我们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那最近呢 我讲到这里 我把大盘讲一下 大盘的时候慢慢上去啦 那后面5G建设 我先讲电子吧 5G建设是会滞后的 就像我们跟大家讲过几档股票 你去看 也不要说完全火定自己电子 你看我们讲过3661的四星 我记得那时候讲还蛮贵的 贵到不行160了 现在390啦 四星 有没有 然后我们讲说5G的晶片 那个螃蟹的那个 有没有 锐益 锐益也创高啊 不是没有 只是慢 只要慢一点这样而已啊 对 我们以前讲说检测最便宜的 本益比最低的叫梅的1 对不对 那时候4块多 现在9块9了 也是有涨啊 你也不一定是要买恒大嘛 就这样的状况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大盘呢 跟OTC完全是脱离了 那这个部分你要看 我把大盘讲一下 大盘那个黑面判官是有卖压的 怎么会没有 你说上个礼拜四是不是 对啊 黑面判官的黑K中线 如果他挑战到黑K中线 我已经帮你算好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这黑K中线就开盘加收盘 除以2 11627 会是台股在指数上比较大的缓压 11627 这个大家记得了 你自己会算啦 这个方法就交给你去算嘛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今天跟你谈一下 媒体都没写啦 然后前几天网路有写了 是英国不是牛津大学 不是做了这个一个 一个很便宜的药的一个报告嘛 那叫做地塞米松 地塞米松讲听不懂啦 就是类固存 他是类固存 他是一种类固存 非常便宜的类固存 他说一颗呢 只有五块钱欧元 就是180块台币 就可以救命了 他那个报告 而且他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 当天晚上 就是昨天前天晚上 美国 不过英国立刻批准 哇 他的效力真的好到不行 立刻批准 他成为新冠会员 在英国的特效药 使用了 他讲的是这样 那个报告 凤鲜小姐 你可以到时候 请他们自己去看一下 我有做一个资料给你 有 我看到了 那他是讲说 轻症没用 轻症就不需要用嘛 轻症影响不大 重症的部分呢 那死亡率 可以从40%降到28% 40% 这降很多呢 就是多了这个 一成多的这个 12% 而且这个药是很亲民的 就很亲民 他一颗才五 他说零售价一颗才五块钱 那个叫做欧元 就是台币180 就这样嘛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干脆这样出来以后 我就把 我做了一个表 把它统计出来 那就是全球核准 新冠肺炎使用的药物 大家都知道 瑞德西韦是美国 日本是用法匹拉韦 然后英国这个叫做 地塞米松 那最近呢 因为大家都没有使用 都没有特效药嘛 所以最近又 那个叫做 这个抗生素又用的很多 所以你看 我就讲这个概念给你听 那个抗生素 我们台湾大厂叫展望 你看 这一个月涨了七十几趴 展望啊 展望从二十几块 涨到四十几块 这个是很便宜的 这个叫做抗生素 抗生素以前 我奶奶他们讲叫 培林西令 就是以前 用这样讲 就培林嘛 你看他长这样 那为什么 这个都很cheap 很便宜 那很便宜 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很便宜 当他 他不会缺货 你放心好了 大家不要想说 但是会涨降 那很简单 就像口罩一样 对 现在都涨 五块涨到十块就好 你知道这样子涨多少趴 对 五块十块你说 在欧洲 五块钱欧元 跟十块钱欧元 他付得起吧 付得起 但是如果 他不会不缺嘛 不缺的 因为他没有 现在都 那个 这个第三米松 已经比我年纪还大 我想可能也比凤馨还大 因为凤馨比我小 对 他六十几年了 就是列固醇嘛 就是列固醇 讲个简单 就是列固醇 那学名药都很难记嘛 那是这样 那我把它整理出来 那这一些 这些药厂 你就可以去注意 你能想象得到 展望是这样飙上去吗 抗生素 那美国一直 来来来来 赶快进来 就这样 那因为量大 就涨一点点 也就我刚刚讲的概念 就是如果一块涨到两块 大家没有感觉啦 那如果一块减到两块 或一块涨到五块 都没感觉 但是一块涨到五块 对邪云药厂 已经赚到 翻到地上去了 不是这个概念吗 对 这要大家了解 他不会缺货 但是一定会涨价 这是让大家知道的 那因为他产能 他没有专利嘛 所以不会有缺货的问题 好 我把它做一个资料给你 我就把它讲一下 我又领先跟他讲 因为媒体 我在期待媒体写 那我们竟然 我们媒体两天都不写 这是大新闻竟然不写 媒体不写 媒体就没写嘛 今天就写龙达跟那个 那个那媒体上面 龙达跟金电的合并 有受惠股 你看新闻就好了 这个不需要我念 我要讲没人讲了才有用 那这几个呢 我把它受惠股 台厂受惠股 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瑞德西伟 大家知道中化生跟台药 这我讲 在节目中讲过了 那以前是不是讲过 他有标了一段 然后法匹拉伟是声达 因为声达 这个是日本自己厂做的 那声达是台湾独家代理商 是声达 那我们讲地赛米松 地赛米松有永信 有声达 有中化 有蓝光 有信辉 当然昨天新闻也有讲寄生 那这个波你上很简单 你不用 我把它整理出来 都比较大的场 那其他你上 卫福部的网站上 你要打地赛米松的英文 那个英文学名药上去 对哦 有上次有上贵的 有上次没上次的药名都出来 你去看了好多 那这个时候有个好处 我这样子跟你家讲 有个好处是 因为以前检测股都不赚钱 你买不下 这些股票你可以注意 为什么 第一个每家都赚钱 生气股 学名药才会赚钱 学名药 声达 永信 中化 蓝光 信尾 这每年都赚钱 每年都配息 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注意 那这里面三个里面 有重叠的 我就讲有重叠的 好了 有重叠是 声达 有重叠 声达有两个 一个是法匹拉尾 那一个是第三米松 那声达呢 我就讲 我如果以声达为利 他第一季赚0.67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毛利率多少 毛利43.9 哪有比电子股差 没差吧 去年配1.5 去年股价的30块 配1.5 也不错吧 现在当然涨起来 那涨起来 你就可以去注意 这一些股票 我把它看一下 它的月线 它月线12年的大底 就打在那里 如果它把它打底打成了 它最高 就是最近近10年 最高价是538 但是538过去 就12年大底完成 你想想12年大底完成 这股价要怎么走 所以你去观察 第一个它 40几%的毛利率 第二个呢 第一季0.67 今年如果以这一些 需求出来 大概赚3块钱 应该没问题 3块钱我看一下 它现在是股价是几块 50块 那3块钱50 就是十几倍的本益比 其实还好 在生计股 十几倍本益比 已经很好了 还有每年配息的 可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好好的来参考 因为它有一个业绩的期待 在那个地方 谢谢金城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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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金城大哥